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有粉丝推荐的泰国恐怖电影《怨灵之家》 电影刚开始,男主搬到了一个新家 经过很长时间的整理后 男主去曼谷接到了妻子小潘和儿女 刚到家的男主本想拍个照片 却被女儿小南泼了一盆冷水 大概是重组家庭吧 而男主意味深长地看了小南一眼 到了家后,小南看着自己的房间满意地笑了 但听说是男主不知的,顿时就没了笑容 而且在吃饭的时候 男主和小南因为吃饭打电话的问题吵了起来 看来十有八九是同主家庭了 吃完晚饭后,男主本想和妻子来个浪漫的约会 没真想要被一瓶酒加烛火灌带了下来 顿时就没了兴致 于是两人就在床上开始讨论以后的争说 第二天,小潘在打枣被身的时候 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最后在接纳特回家的时候 得到了邻居死亡的消息 还听说很多天前就已经死了 小潘顿时懵逼了 回头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男主 男主却不以为然 天亮后继续去存跑 却发现小区里一个人都不见了 寂静的小区透露了一股神秘的味道 但是没过几天 小区街道怀掉处的房子又发生了命案 不仅如此 就连大半夜也有人被嫁到 说什么他来了 男主看着这一切感觉有些奇怪 最后小潘去参加邻居的葬礼时 发现了背后的球有节奏的跳动者 小潘觉得很奇怪 但没过多久 那些僧人中有一个应声倒地 到了晚上 本刚在保安室待着的保安 却被道路中央的女鬼吸引 保安以为女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于是上前准备帮助她 没想到却被女鬼给嫁了一跳 方面转到男主家里 男主在家突然听到楼下有什么声音 下楼查看时 发现的是一个小抽 于是两人经过简单的较量后 男主就挂了彩 这是本就心情烦躁的男主 看到小男很晚回来 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小潘晾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隔壁另外一个邻居在家暴 可能也就在这个时候 纳特和隔壁的小高成为了好朋友 当天晚上小男借着做功课的借口 和小伙伴去了那间鬼屋 这不去不知道 一去吓一跳 刚进去没多久 就被里面的鬼给吓得跑回了家 男主不信 于是第二天男主亲自带着小男进鬼屋 可以说男主也被吓了个半死 这才相信了小男所说的鬼 随后男主去上班的时候 发现公司已经倒闭了 于是不得不在超市的报纸上 看一些招品的东西 当看到超市需要杂工的时候 男主没有犹豫就留了下来 但是好景不长 因为在店里打了个小偷 然后就被解雇了 随后男主回到家 发现了挂在猫脖子上的自动拍摄机 于是打开看了起来 发现纳特和小高也去过那间鬼屋 还拍了很多的灵异照片 男主当下就能逼了 急忙起身去鬼屋找纳特 中途还发现了一个会动的冰箱 男主以为是纳特在冰箱里 急忙将胶带扯掉 正准备打开门 小潘打来电话说 纳特已经回家了 而这个时候冰箱门正准备打开 油门的男主一脚就给踹了回去 然后急忙跑回了家 当男主得知是小高让纳特去的时候 气红红的找到了小高的父亲 要求好好教育孩子并要求索黑 但小高的父亲反而很是高冷 不仅把钱摔在了男主的脸上 还把男主亏了出去 这下男主又懵逼了 自己来要钱的 怎么变成别人比自己的气势还要大 最后回家的时候发现猫正在偷吃 自己又在气头上 直接就把猫给弄死了 据说黑猫很诡异 更不用说把他杀死了 感觉男主一家要倒大肥的节奏 后来男主去了一家公司应聘 就在快要成功的时候 小潘突然打电话来说家里出事了 男主急忙赶了回去 原来是隔壁小高一家都死了 原因居然是小高的父亲 开枪杀死了所有的人 而且这一家子还死了很久了 那这几天看到的是什么鬼 夫妻两人不敢想象 于是小潘提出要搬离这里 但死心眼的男主偏偏不搬 小潘也很无奈 当天晚上 小潘在卫生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哭的时候 突然听到纳特在和什么人笑得很开心 但去了纳特的房间又没有什么发现 于是就抱着纳特一起睡了 镜头一转 小高出现在纳特的房间 第二天 男主外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人在搬家 而且保安室里也没有人 画面再转回到家里 小潘正准备洗衣服的时候 突然被玩具扎到了脚趾 于是埋怨纳特 玩过的玩具不懂得收起来 纳特却说是小高做的 但小潘并不相信 于是纳特就开始满屋子里找 但并没有发现小高的身影 却发现了他的笑声 小潘立刻就慌了 立即打纳特的屁股 要求纳特不许说谎 但纳特拒不承认 这一幕刚好被男主看到 训斥了小潘后 就抱着纳特离开了 第二天 小潘见小男回来收拾衣服 决定和小男一起离开 小男去收拾衣服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死去的邻居 一下子就被吓得进了医院 小潘为子涵和男主闹掰 男主见小潘心情不稳定 就抱着纳特离开了 到了晚上 男主安慰纳特睡下后 就一起睡了 等到半夜 男主被雷声惊醒 发现身边的纳特不见了 急忙打电话给小潘 但就在这时 男主在自家院子里 看到了纳特的拖鞋 但是画面一转 拖鞋却去了邻居的家里 我去自带闪现的拖鞋 刚刚还在自家院子 现在就到了邻居家里 之后男主就带着自备的手枪 潜入了邻居的家中 在过程中 男主不断地将塑料人磨 看成是邻居死去的人 而这个时候 小潘也因为担心跑得过来 与此同时 男主在大卧室 看到了小高父亲的鬼魂 这个男主用枪射杀小高父亲的时候 间接地打到了躲在衣柜里的纳特 男主以为自己间接害死的儿子 也是毫不犹豫地开枪自杀了 大概是因为无法面对这一切吧 接近到最后 小潘带着小南和纳特 离开了那间屋子 也解开了小南对父亲的怨恨 原来这是幸福的一家四口 只因为小南经常和外婆一起生活 所以对父亲的态度不是太好 但其实小南是两夫妻未婚先孕的结晶 当初如果男主不去求婚 小潘就要去医院剁胎了 小南看了一眼小潘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